陆基是高铁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稳定性直接关系线路质量 列车正常运行及安全 近日 山东来荣高铁三标段老五分包商 河南省三杰实验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杰公司 实名举报称 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建八局 涉嫌偷工减料 来荣高铁部分陆基段 罗文庄施工存在质量问题 该段大部分罗文庄的施工装长 不满足设计要求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在三杰公司负责人 现场指认基础上 记者在专业人士的配合下 大量查阅来荣高铁 相关陆基段地质勘察图 施工设计图 分包工程量确认单 混凝土用量结算单 以及结合实际混凝土用量 进行工程实物量推算 结果与举报人反映的 偷工减料问题基本相符 记者从来荣高铁三标段 另外两个老五分包商的 施工人员处获悉 他们在施工过程中 半数以上罗文桩 也未达到设计装长 部分实际施工装长 甚至不到设计装长的50% 三杰公司负责人校卫国表示 我们签署过 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如果不按工程设计图纸 和施工技术规范施工 一旦出现工程质量事故 会被终身追责 他多次向中建八局 项目部负责人和现场人员 反映施工装长不够问题 得到的答复是 能干就干 不能干滚蛋 就三杰公司举报的问题 记者联系中建八局 时任莱荣高铁三标段 项目经理党国超 他表示正在参加培训 没时间跟记者交流 7月18日 记者从山东莱荣高速铁路 有限公司了解到 针对三标段地基装长 不符合设计要求等问题 该公司已派出调查组 到项目现场开展调查